當你已經覺得很安心的 坐下來的時候 第二道門又要再繼續打開了 這個賽制叫做是 抓 交 踢 歡迎 一對一PK 如果他PK贏你了 你的席四就被拿掉 他就晉級了 就是這我們的殘酷 我要選擇的是 這個煙消味很重 真的 二十四號的鄭大哥 秘魯太太 秘魯太太 厭世小編 十二號 他現在看起來超不爽 超不爽 二十四號 た meas 一房 三十四號 二十四號 我也是 衝掉 我的電視 我ep 對 安心 在日本啊 它被稱為 琥珀色的金針菇 你不要看它長得像金針菇 它的胺基酸含量 是白色金針菇的三倍 那我來想一下 我要怎麼來料理它 用在料理的部分呢 可以涼拌 蒜鍋 湯類 麵類 都很適合 而且小朋友都很愛吃 好 那我再來想一下 全聯先生 這兩個有什麼差啊 嗯 本蔥呢 外型較輕忠 較小一點 而且它的手感 會稍微軟一點點 吃起來的纖維 也比較軟一點 然後它的蔥白的部分 也比較短一點點 主要呢 是用來在做料理上的脊胃 然後增加料理的鮮度 非常適合 你等一下要做的料理 原來如此 謝謝你 在經過了上週 激烈的廝殺比賽之後呢 我們選出了22位晉級的選手 三位首席導師呢 今天一樣的陪伴我們的選手們 今天的飛行導師很厲害 她走遍大江南北 吃過了山珍海味 她的嘴巴特別的挑剔 馬上要來歡迎 我們的女神降臨 曾寶儀 阿寶姐 因為其實我沒有像 今天來的那些老師們有 我不能說是包袱啦 但是他們有很多既定的 對這個菜系應該會有的印象 或者這個味道 本來應該要長什麼樣 但是對我來說 我沒有這些包袱 評分的標準就是 好吃 我今天的心情是非常的開心 對 就是想要來吃點好吃的東西 但聽說上一集 好像有人沒煮熟是吧 沒煮熟 所以有可能會吃到壁雷 對 沒有沒有 沒煮熟的我們已經送去 把他們做成料理了 怎麼那麼可怕 沒有啦 今天已經是我們 嚴選的主持們 好 那所以各位 今天的選手們要注意啦 要做出好吃又好看的料理 我們就歡迎寶姐 請上座 感謝大家 謝謝 今天我們的主題很特別 我們要從中華的八大菜系當中 各選出一些特定的指定料理 要來做PK 要來做比賽 中彩有幾個特色 色 香 味 意 形 當中火候的控制很重要之外 每個不同的菜系 不同的指定料理 不同的地方 地域有不同的調味 所以可以說是難上加難 我們今天就請到了 各個菜系當中的 很厲害的佼佼者前輩們 要來替我們的料理之王把關 大家好 我是梁又翔 我是海峽兩岸 美食文化教育協會的會長 這次呢我負責滷菜 大家好 我叫阿媽師傅 我負責台菜 我是洛師傅 穿菜是百菜百味 我是專攻穿菜 我是阿貴斯 我是代表湖南菜 就是香菜 大家好 我是江青玉 我本身是做粵菜 我是陸凱元 大家都叫我鲁鲁師傅 那我本身是屬於上海菜料理 在上海菜也做了二十年 今天就要麻煩你們囉 請入座 謝謝 到座 中國八大菜系當中的 五大菜系外加台菜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組要挑戰的菜系是什麼呢 老師好 老師好 請坐 師傅好 川菜裡面就是百菜百味 一菜一個 那它最主要的不是在於辣 它是麻香 大家都認為說 在台灣的川菜是新派川菜 所以有稍微演變一下 就是不會那麼的重的味道 每一道菜裡面 都會用到三大嚴肅 第一個辣椒 辣椒 然後再過來 薑米蒜米 最經典的就是 我現在帶來的這幾樣東西 人家說三椒三馬 常見到的就是 宮堡裡面的一個宮堡辣椒 辣椒嗎 對 它辣椒片是曬乾的 花椒油 噴辣油 我們簡稱為老油 再過來我們的 大王爬花椒 最特別的就是 我們在炒製的當中 它會有一個 椒香的一個味道 其實在我們川菜裡面 它是邊宮是非常厲害的 然後我們炒出來的 鍋氣的就是這個椒香的味道 我們要讓你們用一個 很快速的方法 學習到的川菜的一個 經典的一個菜色 叫水煮 我的材料就是裡面要有一個 很簡單的就是豆皮 豆芽菜 然後再過來就是我們的木耳 水煮魚的三大重點 第一個重點就是騙魚 一定要騙得飽 炒料的時候 一定要讓它油紅色 讓它味道整個香氣出來 第三個就是蔥油香 魚片其實好講 它的紋路 左邊右邊都沒關係 你要從尾巴片 從頭這個片翻過來 那我們在片的時候 0.5公分的厚度 斜切 把它切成片狀 因為在0.5當中 煮起來的肉質的魚片 它是最好吃的 最好吃 我們等一下會抓上一點太白粉 魚肉抓過太白粉之後 你在烹調當中 它會比較不容易刪掉 好 我們要先把我們的配料先加下去 過水之後要把它本身的菜的杏味 把它剝掉 好 所以在下鍋的時候 一定要讓它滾 第二個動作炒醬汁 醬汁的香氣一定要把它炒出來 炒成油紅色 豆干醬 乾鍋醬 麻辣醬一大匙 沾完的高湯 下去讓它沸騰完之後 酸燙的配料先下鍋 一點點的糖 綜合它的辣味 鹽巴 一點點的米酒 那魚片現在是在 我們加一點點的太白粉 重點粉不能抓太多 粉抓太多 它會黏稠 看到魚片變成白色 整個捲曲狀了之後要起鍋 那椒油的話 我們就是放上一點點的辛香料 這是蔥 蒜苗末 芹菜麥 少許的花椒 然後一點點的 甘辣椒 對 我們燒的是花椒油 要向中間這個地方 很輕鬱 這樣子 超舒服 接下來就換你們做了 有沒有問題 歡迎兩位 確定都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就要開始囉 第一組的比賽 三十分鐘計時開始 對 對 對 太親熱了 我們 Generally 你這個票 小心一點 不是有一位 本來不太喜歡吃魚的嗎 我 我真的不太喜歡吃魚 比較常吃的是就是可能 海水魚啊 鮭魚這種比較常見 但是我為此 已經吃了很多條 大概已經吃了十條有 我真的這輩子跟魚脫離不了關係 已經無鍋魚了 現在變鱸魚 Oh no 我真的是不喜歡 因為我不太吃魚 然後又覺得 魚這樣子騙啊 很需要刀工 但是刀工又不是一個 短時間可以培訓起來的 而且師傅已經說 看刀工就可以知道 誰會有機會了 我想說 不行 不行 我一定要一定要逆風翻盤 很多人都是為了這個比賽 改變自己的生活型態 你 鮭魚小心手喔 這個位子太衝擊了 其實我們在鮭魚的當中 就是要取出我們的魚飛力 那就是牽出兩片 等一下 可能要先暫停一下 她的那個血流有點多 那個那個 暫停 關我幫你 關你不要動 太多血了 美方是不是不小心切到手了 對啊 真的應該是太緊張了吧 所以真的是 刀很快 然後可能手指頭不夠快是不是 不小心啦 就跟我做美方 沒有點緊張一樣 好 那這個現在 沒關係 現場的工作人員 馬上就會做出最獨善的 後續的這些處置 我可以再做一次嗎 你真的很有榮譽心耶 現在還在care 要不要再做一次 因為 因為我這次真的很努力 會不會很刺啊 還OK 真的OK 好勇敢喔 沒有沒有 我原本還要裝沒事 結果一直噴 我天生超怕血 所以其實我那時候 好好看似很勇敢 沒有 我就只是因為 完全不敢看到任何一點紅紅的 不然我 我會嚇死 因為那個刀真的很利 就它只是不想一削到一塊 但是 就一塊肉就掉 它一開始 講切刀的時候 我是沒有馬上抬頭的 發現好像很嚴重 我就趕快跑過去看 我那時候看的時候 它是虎口這邊 都是有血 我就很擔心這樣子 好 剛剛突發狀況呢 已經不小心去切到手了 剛剛已經有去 做了什麼處理了嗎 我剛剛有去 風箏 打麻醉 跟破傷風 完全準備 好 我們這個比賽呢 好吃固然重要 可是呢 各位選手們的安全 還是第一 好嗎 一樣也是計時30分鐘 計時 開始 其實我們川菜 很多的料理都是來自於 豆瓣的香氣 跟蒜頭的炒拌 所以在炒這個香氣的重點就是 一定要油香的油亮色 讓它出來 爆的時間一定要夠 要煮 再過來煮的 煮的味道一定要很榮譽 不好意思 我有講錯了 說什麼不爽 但是我有講錯了 沒有沒有 老師對我們很好 真的 老師對我們超級好 這就是傳說中的 好 我們現在看到了 以昕這邊 妳使用了秋葵 對 因為原本是義豆 然後有點零食啦 就出了狀況 所以我現在改為秋葵這樣 我覺得他用秋葵的選擇 是有一點危險的 我其實很喜歡吃秋葵 但是怕那個到時候煮都會變成黏黏的 除非像美國是在做濃湯的時候 代替麵粉類的東西 把它讓它變成濃濃的 像劉昂蘭就有一個很有名的 Gumbo嘛 它就是用那個去做的 台灣叫做秋葵濃湯 秋葵濃湯 對 有香喔 有喔 這個香氣 所以妳應該在炒那個吧 炒料了吧 對 我已經在炒料了 因為我要等一下要留一點時間 讓料裡面的那個香味被煮出來 所以我先炒料了 其實在川菜的部分 其實麻是很重要的 但是麻很難控制 對 它如果火太大的話會變苦 所以它的溫度要控在 80度以下的時候 炸起來的花椒的香跟麻 是最到位的 尤其是曬過乾的花椒 它很不容易把味道提出來 所以這個要很小心 現在佩羽您在做的這個 佩羽在切補料 就是在那個除了水煮儀之外 其他料 然後我的料裡面會放這個 黃豆芽 海帶芽 然後筍片跟馬鈴薯 然後乙馨這邊的炒料 也加了高湯下去了 對 高湯跟水 好香喔 現在兩位大概都要進入到 抓驗的部分 我們也請陸老師向來 給兩位學員們指點一下 魚已經騙好了 對 它騙的薄度是剛剛好的 對 然後抓的那個蛋會太多 你抓少一點 對 因為你等一下煮下去的時候 會有蛋白浮沫 好 對 所以你在加的時候 加少一點 然後抓一下 然後等一下加一點太白粉 鍋裡面的顏色是有到位的 可是它等一下再下的那個油的重量 可以再重一點 乙馨的部分在騙肉的時候是 整個肉的品質是 就是有點亂 那可能是手的關係 可是我們還可以 就是在切的時候 你不要會心就是慢慢的騙成 超多 0.5公分的厚度 缺魚是要用鋸刀 在去切的時候 它的肉完整性會比較好 它是完全壓刀的 所以起來就會比較散 了解 對 對 可是手切到有辦法切成這樣子 也是不簡單的 對 繼續加油 好 加油 它的炒料的湯頭會比較 就是偏重 可是在炒我們乾辣椒的時候 有些不平均 那它的香氣就會偏 有一點點的苦味 可能到最後的時候 就是在油跟味道的時候 調和之間可以讓它 綜合一下 謝謝陸老師 那到目前為止的話 你看好哪一方呢 應該是會一樣 差不多 差不多 就是部分捲織就對了 以外表來說 那有一個穿著廚師服 它應該是會有 專業的加分 可能會刪除 有有有 這是基本的嘛 對不對 已經有新的 新的第二鍋出現了 我先炒它底下的那個 蔬菜 然後我用的是穿二 這個我覺得口感很好 老師 它們上面最後 會淋油嗎 會 其實我們在焦的時候 是後面一定要淋油 OK 因為它的香氣才會帶出來 我們加了兩種有 花椒油跟辣油一起 跟辣油一起 對… 這樣所有火候上面 它的掌握很重要 沒錯 尤其是上面 一定要放上我們最亮的香菜 可是我今天 剛才一上去看的 整個的內容物裡面 是沒有香菜的 所以他們要製作這一道菜 其實老實講 還是有一點點的差異啦 你要淋了 油… 就等這一刻了 好棒 50秒 已經要淋油啦 看起來很好耶 有感覺 這個在畫面上 看起來是燒得剛剛好 有感覺… 那佩妤還有10秒喔 燙喔… 小心… 5 4 3 2 1 好 兩位請停手 水煮魚完成 辛苦啦 這是我端出來的水煮魚 這是我端出來的水煮魚 有土豆 海帶芽 黃豆芽 還有筍乾 所以它就是有脆口的口感 然後土豆我把它煮軟一點點 入味一點 它就是鬆鬆的 還有那個豆皮 因為豆皮它可以吸湯汁 謝謝佩妤的料理 那以馨的呢 我幫她取了一個名字 它叫做 絕代雙膠辣妹魚 首先絕代雙膠 就是因為它有兩種花椒 我加了青花椒跟大紅袍花椒 然後再來辣妹魚就是我本人 對 魚就在裡面 鱸魚哥哥這樣 師傅月交菜的時候是鱸魚 所以我就選擇鱸魚這樣 我覺得就你們兩位來說 因為我們之前有看過 以馨她之前的 我覺得妳進步很多 不堪回首對不對 沒有說 但妳說的也是有道理的 但是有進步 有進步非常多 苦練 大練 那其實在川菜其實就是要 辣而不照 辣而不照 對 但是我覺得你們都 今天都有做到 一個是可以喝湯的 一個是比較 泡 對 所以我覺得各有遊學點 還不錯 謝謝老師 我覺得你們都很厲害 但佩妤我會覺得你 太含蓄了一點 可以再衝一點的 再勇敢做自己一點的 因為相較於來講 以馨有一種拼了的感覺 而我吃到的是 如果兩道菜比起來的話 以馨的餘韻很長 不只是留在嘴巴裡面 它還會往上再衝一點點 如果你想要追求某種 讓人家印象深刻 你非吃我不可 而且你會記得我 你會再回來找我的話 我覺得以馨有做到這件事 謝謝老師 我也同意 因為我覺得 以馨做得好像是一幅畫 你是用比較彩色的顏色 對 每一樣的味道 好像就打到我的味蕾 就是很深刻的這種感覺 但是唯一是 我覺得你煙魚的時候的酒 是放了有點多 因為好像有一種比較深的 酒的這種味道 我反而會認為這一道 雖然它的每一個味道 不是那麼強烈的 但是它整體來講 是一個完美的一個味道 在嘴巴裡 吃完會覺得 我想要一碗飯配這個 喔 所以 小姐 那就是 首先請問一下洛老師 兩位同學 佩瑜還有以馨 妳的選擇是 我給以馨 依馨一票 Fred 我也選依馨 依馨一票 Jason 我也選依馨 依馨三票 恭喜 愛獎 我選擇依馨 依馨四票 恭喜 最後一位一下 寶姐呢 依馨 恭喜 依馨確定晉級 從她第一集做的 蘇格蘭丹 我是真的滿不喜歡她那道菜的 然後也顯現不出來她的廚藝 或是她的料理的概念 完全沒有 但是她到了水煮魚的部分 不管是她在片刀 片魚 在調味上 我覺得她的進步 很恐怖 我真的是 不可置信那種 我覺得這次我的東西超級多 而且步驟超繁複 然後又兩個鍋子又要三十分鐘 還有魚 過程就很手忙腳亂 然後事情又很多 真是不可思議 還好我有堅持到比賽 不然我覺得我練這麼久 然後沒有比賽 只是因為出了一點意外 我覺得太可惜了 看起來有可能就笑笑 可是其實我的心裡 會給自己很大很大的壓力 像剛剛是就一面倒 然後我覺得沒有什麼失誤 所以難免還是會有 很大很大的失落感 你們是來學菜的嗎 對 我們來學粵菜的 學粵菜 對 粵菜它本身著重在響集 粵而重 蛋而淡 所以烹調方式很多種 它是三個省份去合在一起的 廣州 潮州 東漿這三個 那我們今天要學的菜是 粵菜的精準 它的名稱叫做大梁炒鮮奶 今天主要的食材 它的主角還是在於牛奶跟蛋 要用的鮮奶一定要百分滿生 準備五顆雞蛋去蛋白的部分 那生乳的部分是150克 那生乳的話大概是8克 那我們把它過勻了以後 再把剩下的這個鮮奶把它倒進去 鹽的部分這樣的話大概三個克 糖也是三克 先把這個蛋稍微把它過一下 再把它倒到這個牛奶裡面 蔬菜的部分直接用切尖的方式 多一點蔬菜它顏色會比較漂亮一點 大梁炒鮮奶它還有一個重點 過在一起的食材都必須是熟的 因為你在炒鮮奶這個過程 因為很快 食材沒有熟的話 基本上你炒完了鮮奶 那食材還沒熟 切這個火腿 為什麼要切薄片呢 因為掉下去做一個半煎油炸的方式 所以要切得非常的細 對 因為像這樣 我們就把它切成像這樣氣氣的 那我們先熱鍋 大概取160度左右 先把這個風格先把它炸出來 好 這邊 好 對 對 對 用像的宜溫來去發這個火腿 哇 對 哇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撈起來 待會兒要炒這個鮮奶 我們來做一個綠的動作 對 然後這個時候 就直接下上去 對 油加熱有一點冒煙 因為冒煙它的溫度已經 差不多在200度左右 直接把那個 翻掉 把這個煎奶 油噴 對 好甜 好甜 所以要用滑鍋的方式 對 讓它溫度稍微下 對 好 我們現在開清開中小的 慢慢去推上去 對 那推的時候盡量就是 同一個方向 為什麼同一個方向 像它才不會補掉 然後會形成一個 整片整片的一個風格 好 像這樣叫 用這個空粉 空底 就會有一種酥酥脆脆的一個感覺 好像很滑嫩的感覺 對 就是把這個拿下來 來 脖垂式的感覺 對 我們的大人草鮮奶 完成了對不對 來 接下來就是你們了 好的 讓我們來歡迎 雙兒 還有一鈞出場 嗨 是我們演藝圈的熟面孔 我們今天要一起來大量炒鮮奶 雙兒如果大家可能 稍微還有一點小陌生的話 這個是克帆哥的夫人 你覺得做給克帆哥比較緊張 還是做給評審次比較緊張 他是 沒有 我們來三十分鐘 計時 開始 這個粵菜 聽名字就很難了 我們兩個學生第一次來找我 練這個菜的時候 我說大量炒鮮奶 兩個一口同聲就跟我講說 我以為是高粱 有一個名字叫大量 其實大量它是一個地名 順德的大量這個地名 非常多的水牛 那它水牛的那個牛奶 它的值就是這樣百分之九 我們一般牛奶只有百分之三 所以它炒出來的這個鮮奶 味道很濃醇香 在中國料理當中 屬於一個軟炒法 看似簡單啦 但是簡單的東西 才真正能見到真功夫 功夫 炒這個鮮奶 其實它的功夫 主要是在說 推 推 對不對 一手推勺 對 不屑 不教 就是你炒出來不能出水 而且你的火候要掌握得很好 好難 也不能焦掉 對 聽說還要肛中帶柔對不對 對 要非常非常的優雅 所以我在看到這個命題的時候 我覺得Dakun老師心機真的很重 因為這道菜很難 家裡有大事 我們去餐館吃的時候 才會吃到這道菜 才會點的 因為媽媽很少在家裡做 因為這道菜很容易就會搞大 不 所以 我覺得他心機很重的是 他出了這道命題 然後他跟擺明就是為了要刁難 我們兩個參賽者 鮑魚先生 你有曾經嘗試過煮這道料理嗎 不可能 不可能 我不會刁難我 因為真的很難 真的喔 因為我有吃過失敗的 一般主婦不會嘗試 因為如果做糟了 就是你自己要把它吃完 家人是不會幫忙捧場的 你問台上那兩位 有沒有做給家人吃 家人有吃過嗎 他們現在看到鮮奶有點 有點害怕 真的嗎 我一開始以為這道菜還滿簡單的 因為其實它就是備料 然後燙好 然後最後混合在鮮奶裡面炒嘛 可是其實炒的那個步驟 是最困難的 因為鮮奶它是非常 怎麼講水分很高的東西 非常的難控制 就是這個鮮奶跟我非常的不熟 練習超久的 因為這一道菜呢 其實它最重要就是 最後一分鐘的火候 所以在炒的過程中 失敗了非常多次 所以我想我已經死定了 這道菜煮到目前為止 柯凡哥有喜歡嗎 他已經吃到兔奶了 真的喔 那妳剛剛做了些什麼 妳很複雜的耶妳 就是燙了這些彩椒 切了這個是什麼肉啊 這個是精華火腿 等一下要稍微炸一下 江老師在廣東菜裡面 好像有一句說 要清而不淡 鮮而不俗 嫩而不深 油而不膩 所以在調味的部分的話 要淡而淡 要重而重 就是拿捏得很好 但我今天會著重看到他們 炒的那個手工的部分 因為如果你油加得太少 或溫度不夠 它很容易沾鍋 又太乾了 又焦了 但如果太多呢 那個蛋白吸了油 又薅了 所以這道菜真的 都是妳的錯 天啊 江老師啊 我覺得是好題目 因為很多西方式的菜 你如果是要烤師傅的 他們就是要你做出來 是蛋類的套餐 兩位選手都正好在處理 蛋跟鮮奶 現在看到 雙耳是開始在濾蛋白對不對 分離 然後益貞現在正在把鮮奶 加進去他剛剛用手打的 蛋白裡面 好 我現在要來炸米粉 另外一道菜來了 對 怎麼會有炸米粉 我們都驚著了 因為這道菜的底啊 我想要讓它有一種 可以吸附到一些 炒鮮奶的鮮味 對 希望有不同的那個口感 可以呈現這樣 好神奇哦 搭配這個冬粉 它有一定的一個脆感 然後入口的時候 就會有很多不一樣的 口感在裡面 對 打棍老師 現在兩位選手 到目前為止 是不是還沒有什麼 需要特別注意的對不對 我覺得他們 經過我這樣教以後 我今天看了一下 真的回去有很認真的練習 大概喝掉一桶那個家庭號的鮮奶了 現在進入大涼炒鮮奶的 炒鮮奶的部分 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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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老師有教我們 就是在裡面有 放那個發泡的干貝絲 然後也有新鮮的干貝 所以就是 兩種不同呈現的鮮味 都會在這個裡面 雙兒現在剛指出的是 久陰白骨爪 我現在把不到麥怎麼辦 他們兩個可能要同時下鍋 我好緊張哦 對...怎麼辦 不然你要下了嗎 我們來約定一下好了 你們的數目真的都一模一樣耶 老師有沒有教過說 溫度夠了就關火 就把它關火 我知道 老師不就是你嗎 對 好像是你說的 他剛剛用第三人稱 比較可愛的方式 你是哪一位教他們的 好 雙兒要下囉 這樣可以了是不是 可以囉 加油... 他說 對 對 希望他們就是在 達到溫度的時候 先把它關火 所以現在沒有火是對的 對 可是它的火不夠 剛剛不夠熱 好緊張哦 那這邊是可以的 可以的 因為它有在沖煙 對... 炒鮮奶在過程中 它是有時候要有 要有預見性 老師有沒有說過說 我們的溫度下降以後 我們就要趕快開火 讓它打到一個恆溫的狀態 一貞老師在說你 我已經開火了 有喔 對 有... 那老師說你們都有在聽吧 有 老師 那這個時候 老師說這個溫度 可能要再稍微高一點 再高一點 因為推太久的話 待會兒會變成豆花 我們現在搖滾區 看真的很緊張耶 我們這邊都很緊張 真的喔 有... 有... 雙兒有 給雙兒一點信心 我覺得老師說的非常大 老師說的我有聽 這樣不是你說 你說你自己 老師那你看一針 我覺得老師就好耶 一針推得如何 那老師說 稍微把它移鍋一下 移鍋一下 它火現在太大了嗎 對 粘過了 對 粘過了旁邊 那這個時候我看到兩個 差不多都是顏色形成一個 潔白的狀態 對 那老師說 我們可以開始成盤了 可以成盤了 好 謝謝這位老師 謝謝 你的底是用這個 然後一針的底是用炸米粉 對 然後我覺得很重要要考慮的是 雖然是火已經關掉了 鍋子還是熱的 你如果沒有趕快把它盛出來 它就會繼續烹調 好 等一下 這樣他們更緊張 對 進入最後的擺盤 好像有點感覺喔 你們兩個真的滿厲害的耶 我雖然還沒有吃到 但是我覺得用看的 好像真的有感覺耶 不是 是老師教的 老師說 是老師說 老師說 現在還有一分鐘 他們最後在擺盤 都有一點小巧思喔 一針現在灑上的是 神秘的調味料 雙耳也灑上了 你我都曾經吃過的小餅乾 可是兩個人 卻用不一樣的餅乾 兩位在最後15秒的時候 都散發出了 他們再也不是 廚房裡面的人妻 他們是大廚中的大廚 雖然撐住 還有10秒 不好意思 5 4 3 2 1 大糧炒鮮奶 完成 用雞高湯 然後煮黑胡椒粒 因為想要把那黑胡椒的香味提升出來之後 再煨那個娃娃菜做墊底 然後再加上灑上一點可樂果的脆 口感比較漸層 老師在教我們的時候 其實上面本來是灑了那個 炸脆的金黃火腿條 我想要把這個金黃火腿 把它放在草鮮奶裡面 我就選擇了用黑松露的脆片 有一點稀釋的感覺 但是又不失它原來的那個 脆脆的那個口感 蔣已經吃完了 蒜頭的那個味道 對 一個是可樂果 滿香的 對 兩個都非常的好吃 妳都喜歡 這也是妳第一次吃嗎 我應該吃過 就是 妳覺得這個有推好 有推好一點嗎 好 那太好了 寶怡姐呢 真的 就是我剛剛沒吃之前 已經說了你們很棒 但是我吃之後 真的覺得你們很棒 我要跟雙兒說一句 就是 其實妳應該要對自己 多有一點信心 但是其實妳炒的鮮奶 本身已經足夠 可以來參加比賽了 妳不需要靠旁邊的東西輔助 所以我會覺得妳的菜 對我來說有點可惜 因為它搶了主角的味道 可是妳就是那個舞台上 最閃亮的主角 謝謝 所以千萬不要忽略妳的可能性 跟妳是做得到的 一針嗎 一針 對 妳真的滿可愛的 就妳的菜跟妳的人 是一樣可愛的 我是先吃鮮奶 然後我覺得 有炒出香味 然後我吃了旁邊的料 恰如其分的 跟他們很好的配合了 然後最後才吃了那個 松露的芝士 謝謝 兩位都很厲害 很厲害 都有很高的分數 謝謝 我覺得雙兒做出來的 我非常欣賞 因為我覺得非常嫩 但是對我來講 上面的蒜味會太重了 因為本身妳炒出來的 做出來的 我覺得是滿完美的 第二盤做出來的 是好像很豐富的 不同種的 本身它的質感 有一點比較扎實一點 不是那麼水 但是味道很完美 謝謝 對我來說是一個缺點 是上面的黑松露的芝士 因為我覺得這是完全是多餘的 黑松露我覺得它的香氣是很 有點像香水 你要小心一點 不能太多 對他們這樣初學者來說 真的是一個非常不簡單的 對 那兩個都非常棒 但是兩個都有缺點 對 那雙兒這邊可能會比較 嚴重一點 不要打老實 它的重點在於 不屑不膠 這個部分它已經滲水出來了 就是沒有剝殼的甜豆 你用整支的話 它很容易會出水 這就是一個非常失敗的 一個草鮮奶 不過味道還是非常的棒 對 那一針的缺點 就是松露這個部分 會壓過這個鮮奶 我覺得滿可惜的 好 請問一下雙兒跟一針的料理 寶儀姐 我選一針 謝謝 恭喜一針獲得第一票 好 來 講 我選一針 一針獲得第二票 張老師 這張 我選雙兒 雙兒獲得 幸福妳的老師 珍貴的一票 FREED 你喜歡誰的呢 我選一針 一針獲得第三票 Jason Veason 我會選一貞 一貞獲得第四票 好 那我們在這個階段 我們要先恭喜一貞獲得第四票 先晉級 入列 我們也謝謝雙兒喔 雙兒妳很棒喔 謝謝 克帆克真的好好喔 好幸福喔 我晉級了 我現在還在一片 混亂當中的情緒 我跟雙兒已經變成 我覺得已經是蠻好的 你知道 姐妹了 可是我覺得我很開心 我們兩個今天都算表現得不錯 所以很期待接下來的比賽 我覺得如釋重負 因為剛才在台上啊 就是一直發抖 控制不了一直很緊張啊 但是我很感謝自己就是 其實是一個步驟都沒有漏的 把這個比賽完成 我沒有後悔來參加這個比賽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組要挑戰的菜系 是什麼呢 亮的高雲現在在哪 我們在 紅葉香菜館 好 這次來紅葉香菜館 然後會找就是他們的主持 對 這一道經典名菜 好 走 GO GO 你們幹嘛 老師 我們想要學做菜 你們要學什麼菜 您教什麼 我們就做什麼 那教你們 左東棠基是我們 弘董市長命名的 在1952年 第七艦隊來的時候 願請他們的菜 現在我先示範一次給你們看好了 好 拿鋸骨的雞腿 我們這個要先改花刀 均勻受熱 也比較快熟 一定要像這樣子的大 要用一個蛋 增加它的嫩度 放一點醬油 醃漬 放一點生粉 然後讓它靜置一下味道進去 甘辣椒 蒜米 薑米 現在這個已經弄好了 那現在我們要開始下鍋了 油溫差不多80度再下去 不能太冷 也不能太熱 這個 這個時候我們火稍微弄小一點 這個雞肉一定要敲 為什麼要敲 因為我們剛剛有改花刀嘛 敲開的時候 它那個開的就比較快熟 因為火候這樣子 會達到外素內嫩 這個時候 就可以敲一些醬汁 這個是大白粉水 辣油 香油 好 這個時候也差不多熟了 辣椒下去爆香 好 鎖工具完成 接下來就換你們兩個做了 挖刀 就很乾淨俐落的就這樣子 做起來就好了 為什麼要一直鍋多多多 好 撈起來 放著沒有關係 你放著沒有關係 好 炒菜瓢 趕快 這不能超大魚 這個油溫太高了 會不會翻 翻不太起來 好 放大魚 拿過來 有特級當家 特級小廚師 檢查一下 如果都沒有問題的話 一樣一次三十分鐘 好 倒數進食 開始 左中堂肌 他的重點是什麼呢 最主要就是外酥 內嫩 那個薑蒜味要帶出來 還有那個醋味 你沒有那個醋味 你就沒有那個香氣 帶不出來 非常困難 因為你知道那個醬 它大概 每次調大概就是一碗的量 老師教我們就是一碗的量 然後但是那個一碗的話 你要著量去參考 但我每次都以為 那個醬就是全部 所以我每次都給它全加下去 所以每次都太鹹 所以這道菜對我來說 難度最大就是要記得 把那個醬加一半就好 當時為什麼想要挑百成 來PK它 因為它是我在休息室裡面 第一個講話的 你覺得它開始好欺負嗎 沒有沒有 我是想挑認識的 你們有私交喔 沒有 就是在休息室聊什麼 高雄人 都高雄人喔 你這樣挑戰她小愛衛生期 因為小愛一直說 她長得像王立宏 對啊 然後今天跟她聽說 你是高雄人 我也住高雄 所以 對 我也是高雄人 真的啊 而且我都是高雄人吧 看你比賽長大的 靠開 這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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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認真 小愛多年輕啊 她還抬頭起來聊天 對 你看百成不認真 真的喔 阿貴是怎麼了 兩位選手 請注意時間 好 好 被罵了 很認真 被罵了 已經差不多五分鐘過了 然後就看到 切了一個殭屍 對不對 對 大家聊起來了 前面那個 大家那麼緊張 然後到這一組 整個鬆散起來了 百成現在在 你給她切碎對不對 對啊 還在切 小當家已經做到了 氣骨的部分 好 這個你之前會嗎 還是學的 我是完全 一個月前我只會煎蛋 你看著切 對 你不要再切 你不要再切 不行 好 讓我專心做 好 你只會煎蛋 沒有 沒有那麼那個 還有泡麵這樣子 差不多耶 天啊 沒關係 兩個搭起來 就一道菜創 就好吃了 所以我現在要開始懷疑 他的步驟了 左中堂基是要去骨的對吧 是的 沒錯 是的 要去骨 好 你知道泉林有賣那種 已經把骨頭去好了 其實你直接買那個就好了 你現在就不用花時間 在那裡去骨了 我們也想 去找阿貴是學 左中堂基的時候 我們是用 去骨雞腿牌 比賽的時候 要的是 帶骨雞腿 所以呢我特地去 買了六隻雞腿會來練 雞去骨好像真的很難耶 其實不容易 十五分鐘快要過去了 他們還要去骨耶 可是我去菜市場買 那個雞肉的時候 他們去骨都超快 然後就去掉了 驚艷 我覺得菜市場老闆其實很像 下面的所有師傅說 你們還要去多久 對 對啊 不是看到你們那麼苦嗎 洛老師是不是快受不了了 去骨有什麼解決竅嗎 這沒辦法當我們徒弟 這當徒弟 頭會被敲碎吧 對啊 因為 頭骨先碎 我們計時 如果徒弟你要鞋的話 一個 然後如果你要快的話 一分鐘就可以拔起來了 一分鐘 對 它這個太慢了 太慢了 對 去骨的完整性 好像是擺成比較好 真的嗎 然後我現在要來醃這個 雞肉 對 十四分鐘 對 十四分鐘 其實醃漬 差不多在一兩分鐘就可以了 因為雞肉的吃味道比較快 有剁過花刀 它的那個間隔距離比較小 就比較入味這樣 他們其實速度完全一樣耶 然後好像做法也 其實目前看起來也都是一樣的 五號 小當家 你有做任何的改良嗎 這道菜 有 我的這道菜叫做 什麼意思 因為我是滿喜歡吃蔬菜的人 然後我想說這道菜 非常的重口味 想說來一點 清爽一點的東西 來給它中和一下 所以我想說加了小黃瓜 還有一個小番茄這樣子 它就是加了一點蔬菜 對 就 最後的感覺比較少 真的好安心喔 至少有蔬菜給你吃耶 我現在在用調料 調料 現在要炒的 你要炒什麼 要把那個炸的雞 然後過去炒 炒出那個醬 小當家要裹粉了 對 剛剛忘記 剛剛忘記 好 現在應該要下火喔 你還有八分鐘 你還沒炸喔 他們看起來好像老神在在 可是我不知道有沒有需要 一些注意的地方 這邊他已經起來了 其實他們不緊張 我替他們更緊張 對 他需要注意什麼 到目前看還可以啦 好 那比較有問題的是他 他還在測油溫 他還在測油溫 對 不太會用 第一次用 抱歉 家裡有 所以你在家裡完全沒做過 就來比賽了 沒有 有吧 我在家裡是那個電磁爐 所以換成這種比較 比較不會 比較好拿捏 對 你還有六分鐘 你不要一直聊天 阿貴師要給你一些意見了 來 師傅 你 我想你應該趕快下鍋了 好 應該是來不及了 那你喔 這個比賽還是要注意一下耶 他剛剛太晚開始熱油了啦 沒關係就小 分量就少 分量少一點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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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貴師就這樣 還要再加油 還要再加油 這說不太適合 這說要加油 真的加油 還是真的加油 這種加油 他有很多了耶 阿貴師 阿貴師已經放棄了 稍微敲一敲 敲一敲 我叫你們有敲過嗎 可以了 下去 下去敲 敲誰 敲那個肌肉 撈起來敲 要敲四次我聽說 敲四五次 因為他那個 他有改花刀 他炸下去的時候 是黏在一起的 所以說我們要打一打 讓他開 比較快熟一點 讓他開 對 我跟你們說喔 還有五分鐘喔 麗虹應該是 應該是會不會啊 時間到了就開始不搞笑 開始 又掉了 而且他是因為 時間的關係 分量超少 所以大家要分這次 我看那邊大概六塊 妳知道我們怎麼分啊 分量超少 你不是小當家吧 你是小氣厨神 不好意思 Jason完全不一樣 我們吃過的 完全不一樣 對啊 他沒有穿衣服耶 沒有那麼多 多面衣是不是 對 我們都穿 那個大棉袄的感覺 我們經常吃到的 就是裹很多粉 沒什麼雞 沒什麼雞 一捏捏在裡頭那個雞 看起來很好吃耶 擺成 有模有樣耶 好 看起來可以耶 進入倒數一分鐘 一分鐘他在做最後的擺盤 把他僅有的六塊左中堂肌 給成盤囉 好 最後再把那個 一些辣椒擺一擺 三 二 一 請離手 好 上菜囉 這道菜叫左中堂 最惡感變小雞 左中堂肌它比較偏油膩 也比較偏鹹一點 加了小黃瓜 會起到雙口的作用 想說中和一下 就給他一點顏色 巧 巧 顏色啦 就是 什麼 阿貴師在教的時候 阿貴師在教的時候 沒有加那些 有的沒的顏色 就只有辣椒跟粥而已 所以你加了那些 黃椒啊 紅椒進去 是加顏色 就是顏色 對 就外觀來看當然是那個 小當家比較像 可是我覺得你的 抓的味道有點太重 所以有點鹹 好 然後 麗虹 是 它的味道是 調味上面是比較 中庸一點 就是大家可以介紹的味道 可是你加了甜 就好像變另外一道菜 而不是 變成不是左中堂肌了 對 所以我覺得兩個 好 好 先把這個分數放心裡好了 愛講妳的感覺 我覺得蠟子油 對 妳煮得比較偏下飯 然後就是黃瓜 我覺得也是有一點點 多了一點點 好吃 對 但是 對 然後麗虹 是不是炸的時間久 還是什麼肉有一點乾 對 就是彩彩的感覺 是 最後我們請阿貴師 幫我們總結一下 兩位徒弟 這個那個麗虹他炒的這個 你不要叫阿貴 連你也跟著叫 有一點就好像跑位了 跑位 他這個好像是彩椒雞丁一樣 跟這個左中堂肌 一點關係都沒有 那個小廚師這個 是有一點像 他們其實他們的火候 都是不夠的 他們沒有那個脆 脆的脆度 酸也可能不夠 其實這個放這個味道 你要大膽的去放 你不要好像很小氣 這樣子慢慢的放 你就炒不出那個味道出來 就這樣 各自有各自的風味 可是你喜歡哪一位呢 Fred 請問你的選擇 擺成 擺成一票 恭喜 Jason 我選五號 我選五號參賽者 五號小當家一票 阿貴師 我選五號 五號小當家有兩票 來講 我可以兩個都不選嗎 可以 妳就過 好 好 過 好 最後決定 寶姐呢 我也選擇過 過 我們的賽制需要三票 才可以晉級 雖然說小當家獲得兩票 不過還是兩位都先 暫時進入我們的待定區 先稍作休息 這一輪兩位都沒有晉級 謝謝 其實 大家都不太信任我的廚藝 包括昨天排練的時候 因為火候也拿捏不好 所以全部都燒焦 今天把成果做出來了 然後而且還獲得那個 師傅的肯定 我其實現在還滿開心的 雖然還是現在待定 但是我相信 我的努力 你看得見 那我原本只是想說 把它加一點顏色 加了甜椒之後 它就會釋出水分 那有甜味 所以我覺得可能味道就偏掉了 因為它就不是佐宗堂雞 它就只是一道 偏叫炒雞這樣 哈囉 你們好 我是寶 你好 你好 那之前你們對 江澤菜有什麼 心情的功課嗎 要先要甜嘛 就是要煨煮啊 然後是有些醬汁啊 上海菜就原本上 它有一個順口溜啦 叫做 那農油漬醬呢 就是以前早期 人家在燒上海菜的時候 它的油會下得比較重一點 重糖的顏色就是 因為有放醬油嘛 所以它整道菜的色澤 會稍微深一點 糖的部分也會重一點 那今天是因為 你們要在這個 30分鐘之內要做好這道菜嘛 所以我們今天 特地安排了一個叫做 扣山師 扣山師 對 那我們今天要做的是 扣山師 扣山師 首先我有這個扣字嘛 那我們就要準備一個小茶杯 等一下才有一個扣的動作 就會先準備一個 泡發的香菇 那我們稍微抹一點點的油 主要也是讓這個香菇 跟這個杯底比較潤滑一點 比較不會說 等一下會沾黏到 那今天的山師 我們就準備了 雞胸師 筍師 跟火腿師 好 那我們切的話呢 因為為了要讓它薄 所以我們是用劈的 差不多這麼薄就可以了 所以你劈的越薄 它的口感就會越好 一方面口感會很均勻的細度 還有呈現的細緻度會更有 它這道菜的過程中 它只有一個蒸高湯 跟一個刀工而已 這道菜是 切絲的話呢 我們建議呢 會淋一點點的水 為什麼 切太細的情況之下呢 它有時候會黏刀子 所以沾一點的水呢 是讓這個筍子 貼住沾白也潤滑 切完取來 好 然後我們會抓住 稍微在水面走一下 讓它順一下 順一下之後 我們就給它放過來 然後稍微整形一下 接下來就是火腿的部分 火腿因為它有纖維的關係 所以我們盡量用鋸的方式 那建議在切這個的時候 你們可以先拿去冷凍 會比較好下刀 所謂的刀工啊 它並不是說你要切多細 對 而是均勻 你三樣東西它切得很均勻 你要嘛就是粗一樣的粗 要嘛就是細一樣的細 那我們也是一樣 小心翼翼的 因為火腿的纖維關係 所以它會比較容易水 這個要小心一點 OK 那我們也是一樣 就是慢慢的放進 也是一樣靠著這個杯圓 雞胸肉呢 我們會先把它收成之後 我們就是把它拿去冷凍 也是為了方便去切 然後這個也是要切薄片 那切這個的話就是 不要急 慢慢切 然後今天用手腕的 這個力量就好 不用用力去切 對 然後這樣 慢慢的稍微把它放進 所以就是三分之一 一三分之一 對 那中間呢 我們就放入一點豆干 然後我們放一點點的 少許的味道就可以了 少許的味道 因為讓這個豆干有點味道 也就是這麼單純而已 不用說放什麼很特殊的 然後我們把它香進去 盡可能的壓緊 稍微要紮實一點 稍微紮實一點 不然等一下你扣的時候會塌掉 那我們等一下就放進去蒸 大概蒸個十二分鐘就可以了 蒸十二分鐘喔 對 哇喔 等一下我們會把火腿的這個 所謂的鮮鹹的味道跟筍子的甜 還有雞胸肉的這個雞汁 味道把它蒸出來 那我們豆干香入之後呢 我們最後要蒸之前 我們放入一點的豬油 那為的是讓這個豆干更滑嫩 記得喔 十二分鐘就好 不要蒸太久 那我們的雞高湯呢 是用老母雞 還直接加薑 還有火腿 直接去乾蒸 那蒸完出來 它滴出來的雞汁 是純雞汁 是不加水的 那我們蒸了十二分鐘之後呢 取出來 那我們等一下換一個盤子 給它倒扣 這裡面的湯汁呢 我們一定要保留住喔 精水都在這邊 那盤子呢 就給它反蓋就可以了 一瞬間 好 一個動作 就把它扣過來 那我們輕輕的震動它一下 慢慢的 哇 拿起來就可以了 那在淋高湯的時候 小心喔 我們從邊邊淋上去就好了 然後我再淋上一丁點 我們特製的蔥油 增加一點風味 對 那這道菜的重點 就是在於這個刀工 所以中國的刀工呢 它為什麼有切跟劈的差別 就是這樣子 因為劈的話呢 它是用你手指頭的觸感 來控制這個刀的厚薄 那用中式菜刀呢 因為它的面積比較寬 更好去取決你的厚薄度 所以有時候中西餐的刀子 還是有它的 奧妙之處 對 奧妙之處 akan uk com 像 производ thunderstorm 引誹 歡迎到的是成功晉級的克里斯汀 還有這次的挑戰者章傑 平常他都看克里斯汀的 YouTube頻道學習做菜 而今天他要挑戰 平常在YouTube裡面做菜的人 他說我要告訴你 什麼叫做 好 計時三十分鐘 好 在我們的導師席上 我們的路老師 那個人稱上海菜 LuLu就是我本人 你也叫LuLu 對 我真的叫LuLu 太噁心了吧 對 這個扣三師就是這個 扣的一個這個動作 會比較棘手一點 那他當中的三師呢 就有 還有這個雞胸 是在這三個食材當中呢 它有軟嫩硬脆 你如何在這個 刀工上的表現呢 是很細緻的 而且是一致的 這個很需要一點時間功夫來練習 剛好我們路老師在講的時候呢 現在張傑就正在切了 對 他的刀工 慢工粗細活 就慢慢的 穩穩的 然後心平氣合的 去把這個火腿 把它慢慢的切得 這個粗細一致 張傑 你平常真的是看 克里斯丁的YouTube喔 不只克里斯丁啊 還有儲佛 儲佛 這樣你也想要挑戰我嗎 沒有 沒有 我不敢 我不敢 不敢 對我來講不難啊 但是他就是 一成不變的一個老玩意兒啊 我多加了蛋 然後菇粉 還有青蔥 對 把豆干換豆皮 然後多了柴魚味這樣子 因為我想要讓的是 湯不只是雞湯的鮮甜 也不只是那三個絲的味道 我可以有信心呈現在料理 但是我的蛋 站不站起來 這是另一個問題 當時你走出來 然後選克里斯丁的原因 是因為想說 真的要讓他 告訴他說什麼叫做菜嗎 不是 就是單純 一個粉絲的一個概念 我想要跟他挑戰一下 我不信 我不信 我覺得你可以想起一下 我不信 我不信 是不是很厲害 對 你看他的刀工 有沒有做很療癒的感覺 好厲害喔 看你切東西真的 好紓壓喔 真的 克里斯丁 你平常不是在做西式為主嗎 對啊 所以這次這個挑戰 真的是挑戰 真的非常挑戰 你跟陸老師學 你覺得這一道菜最難 地方是哪裡 當然是刀工 因為是跟著時間賽跑 所以刀工真的要 非常的抓緊節奏 其實是非常的緊張啊 因為之前不知道 什麼是扣三絲 然後學完以後就發現 竟然是一個 非常需要刀工的一道料理 所以讓我滿緊張的 陸老師那你有覺得 那個時候剛進店裡的時候 你覺得睡得開 比較像是 可以把這道菜做好的人嗎 開喔 感覺 克里斯丁比較有氣勢 真的喔 對 可是張傑在刀工商的表現 是比較穩一點的 喔 底部都會有一個香膏 然後上面再放絲 克里斯丁你在切什麼 火腿 金華火腿 喔 其實它在刀工上面 他們也可以用 比如說順紋逆紋的方式 去製造它的不同的口感 對不對 對 那我們 為了做這道菜 會比較希望它是順紋的 對 因為順紋的話 它在刀工上展現 它裡面比較不會碎掉 對 露露老師我也想問一個問題 是 這個是就是鹹鹹那個 火腿 對 金華火腿 加這麼多會不會鹹 太鹹 火腿在取用的時候 我們要先經過前置作業 對 那會先把它蒸 蒸差不多45分鐘左右 把它的鹹跟它的油耗給蒸掉 對 那在店裡的話 我們在餐廳的話 會蒸完之後呢 會放去冷凍 再稍微定型 定型完以後我們再切割 克里斯汀你有這樣做嗎 沒有辦法 就是 我們可能等一下就泡泡水 所以待會兒夾起來吃的時候 不要加這麼多 所以我現在唯一能夠做的 就是盡可能在切的時候 切薄一點 盡可能切好一點 它那個東西好像是原始的 它的切得 而且它的質地是比較硬的 好像就是真的是乾貨的感覺 並沒有經過處理對不對 在那個娃娃菜上面 一點點就已經很有味道了 所以切這麼多是 對 要配比較多飯 因為我也是在上海練過球 是 其實去了很多 難怪你沒有練過 因為我的教練是中國人 以前經紀人是上海人 是桑黑人 對 所以也是吃過這個菜 非常的期待 因為湯頭都非常的甜 然後很多這個味道 對 可以問一下說 誰用的柴魚是不是 湯 對 我 然後來又 妳那邊坐那邊都聞到了 鼻子好厲害喔 好厲害喔 你不要想嗎 妳是說他的鼻子 長到那邊去 太不厲害 張姐問一下 你為什麼是選是柴魚 而不是干貝或是蝦米類的東西 因為我覺得柴魚的部分呢 比較 我喜歡這個味道 我喜歡那個煙燻感 對 所以我想要讓它在 這道菜裡呈現 可是克里斯汀用的這個是不一樣的 他的湯頭 裡面有的是紅棗 黃旗 黃旗 捕氣喔 捕氣 然後木耳 木耳 黃旗 黃旗 現在呢 還有十四分鐘的時間 我們請 露露老師上來 幫我們看一下兩位 有沒有需要加強什麼地方 目前好像是很 順手的感覺 欸 希望一切順利 我是很怕扣山是扣出來 結果倒了這樣子 歪了 所以到時候塞的時候 在釀中間那個時候 要稍微用力一點 好 對 謝謝 那章傑的呢 欸 這個克里斯汀沒有這個耶 我的東西在蒸鍋裡 對 你已經在蒸喔 喔 他已經在蒸了 所以他速度是比較快的 章傑速度有帶起來耶 感覺看起來章傑的刀弓 是比較細膩一點 喔 對 欸真的 你看從這邊看 那當初在跟他們分享的時候 也有說 這個所謂的刀弓 不見得是要切得很細 嗯 重點是要切得均勻 喔 它不用說特別細 那假如你粗細不均勻的話 它整個視覺效果跟口感 就是太複雜了 反而就亂掉了 也是掉了 對 好 謝謝陸老師 謝謝 謝謝陸老師的提醒 怎麼樣 湯頭怎麼樣 章傑 嗯 偏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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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你切得閒喔 陸老師 你從下面看 兩位要收為徒弟的話 你想收誰為徒弟 其實兩個還要繼續在練功耶 蛤 真的喔 切法跟他們的做法 程序太亂了 然後在排列的時候 它會很凌亂 所以我覺得 他們兩個排起來的東西 應該會 好 好 你希望不要拿 能穿得可以死 你自己 這個老師 沒有 真的 不是 不是 它吉祥話就是要扎實 才會穩住吧 可是他們好像都沒有扎實感 給他們提醒 提醒 提醒 好 應該是 老師應該跟我換位置到吧 對 好 剛才看Christine放的那個 黑蒜頭 黑蒜頭好像放得很多 我有點像 真的嗎 完了 不是塌掉而已 來不起來 好 好 這個放黑蒜頭是 老師教你的嗎 沒有 這是我的想法 就是我想說 用這個黑蒜 給它增加一點點 特別的深度的味道這樣子 明明太深度的味道 可能太深了喔 所以新的用法就是一個冒險 對不對 不是大好就是大壞 哇 你這裡好乾淨啊 你要做什麼呢 溫泉蛋 你要加進去喔 對 我要把它放在上面 所以是一種火山爆發的概念 一個火山爆發 對 它會熔岩流下來的概念這樣子 對 你溫泉蛋是用什麼方式去做的 我用Sauvie的方式去做溫泉蛋 對 在這邊 你調幾度 我調七十 哇 對 幾分鐘十五 他不回答你耶 什麼 沒有 我沒聽到 我用一個小耳背 二十 不好意思 因為我剛剛也耳背 她說 嗯 剛剛有講話嗎 不好意思 你以為剛剛表情就是有點臭屁 就是不想回答你 我轉頭轉過去 但他的確是轉也沒有錯 我並沒有 並沒有覆蓋啦 寶姐 他 他打開了 打開什麼 打開 打開三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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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的姑姑在上面 你的姑姑為什麼 為什麼是這個方式 你才不是擺錯了 你才不是擺錯了 沒有 這是我故意的 他故意的 故意的 暗藏拳機 暗藏拳機 對 就是這樣子 沒有錯 就是這樣子 你剛剛是很驚訝的 沒有啊 我沒有很驚訝啊 做效果 你在那邊 小心 小心 要倒湯了 要不要用個條根 哇 全部都滴出來了呢 我常常都滴出來 溫泉蛋要上去了 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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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敢看 還是溫泉蛋比較不敢看 不要掉 不要掉 溫泉蛋 溫泉蛋 沒事 倒數三分鐘 克里斯汀要注意一下時間 好的 好的 好 兩個人前面刀工都被稱讚 但是會不會壞在一顆蛋呢 現在克里斯汀也要起鍋了 他現在加入了高湯 還有一分鐘的時間 張傑已經宣布他人生的最新的計畫 他不把蛋撈起來了 蛋在裡頭游泳沒關係 OK的 撒上這個是 這是菇粉 對 用乾香菇打成的粉 菇粉 耶 讓它那個更濃郁 對 然後現在克里斯汀也在下他的香菇 一邊用菇粉 一邊下炒過的香菇 最後十秒 蔗菜 酷三絲 時間到 請離手 我做法是 讓這個湯變得比較濃郁一點 裡面的菇味也特別顯出一點 讓這道菜不只是清湯 想要讓它有點濃湯的感覺 後來你是怎麼處理那個蛋 那個蛋喔 就是直接在碗裡打破 對 讓 讓那個湯有那種很濃郁的感覺 濃郁的感覺 我是想要用這個雪白菇 去增加一點點它的口感 然後它菇菇的風味這樣子 湯頭我是用了一點點的蜂蜜 去做一個提味 還有蜂蜜 一點點 對 寶姐你覺得 我覺得可惜了 就是我可以理解你們都想加入自己的創意 在這道菜裡面 但是你們的創意都完全蓋過這道菜 原本應該要有的樣子 我覺得好可惜 你的口氣真的好強喔 然後它咳 太大了是不是 它味道很重 了解 所以它就非常霸道的 就是那種 你們全部給我走開 的那種感覺 我必須要說 其實張傑的沒有不好吃 可是你剛剛一講完泡麵之後 它整個就充滿了泡麵的 不要這樣子 不要誤導我的 你們都可以做得很好 而不需要太強豬 太多的個性在這些料理裡面 我覺得兩位都是很有膽子 然後我覺得他們做法就是有想到新的想法 但是我覺得執行的方式有一點跌倒了 我剛剛就是吃到王傑做的這一道菜的時候 就完全是讓我想起來日本的早餐 對 就是用柴魚熬出來的湯 就是味噌湯 對 然後裡面還有豆皮 對 然後那個溫泉到我們都會配飯吃 真的是完全不是就是這個酷酸酸 對 這道菜的味道 Christine的部分的話我剛剛喝一口湯 就覺得喝中藥的感覺 就是甜的中藥 沒錯 保證補 因為有紅雜跟狗雞 對 那我們最後再請陸老師幫我們做個總結 我覺得做一道菜應該是讓這個菜裡面的生命 你要去更了解它更詳細的它 再去做適當的一個改變 那過多的這個創意想法進去 反而就是破壞它的這個 很這個純粹的味道這樣子 那我們這一輪呢先從寶怡姐開始給出選擇 請問寶怡姐妳的選擇是 我的選擇是 克里斯丁 克里斯丁一票 好 那請陸老師給我們每個選擇 剛剛也是有跟幾位裁判一起 老師一起討論過 那我覺得 應該是我教的時候不夠用心 所以我這次會選擇PASS PASS 好 那艾獎呢 好 我的選擇是 兩個都不選 好 艾長PASS Jason How about you 我的選擇是 張傑 張傑一票 Fred 我的選擇是PASS PASS 那兩位都沒有達到三票的前提之下呢 兩位就先 暫時進入待定區 稍坐休息 謝謝你們的努力 辛苦了 好 稍坐休息 這邊 我現在剛剛的忐忑 對 我沒想到是這樣子的一個結局 兩人各一票 然後其他人都PASS 有一種感覺是 我真的做得不夠好嗎 其實一直在想說 自己在製作的過程中哪裡出錯了 是不是在煮高湯的時候 讓水開了 讓中藥的味道釋放得太多 導致味道變過重 還是說在切食材的時候呢 可能出席的掌握沒有到那麼的恰當 其實就是一直在反省自己的 到底哪裡出的錯這樣 我覺得兩位的選手就是 太有想法了 那忘記了這個菜本身它的一個道理 它的元素跟它的精神所在 所以我覺得很可惜是 這道菜沒辦法傳承給各位 這一組參賽選手 他們要挑戰的是台菜嗎 соз 不要動 妳們們也沒有那麼長 對啊 難怪你全做菜 你是怎麼了 你是怕做不去 稍微走就來了 對啊 要不要怕 但不要怕 對 今天的白血桂花蟹 這是一個古早的一個老台菜 這邊總共有十樣的東西 我們切的絲都要一樣大小的絲 然後你們用刀工嘛 你們就用刀刨好了 就這樣來切 一二種我們就可以筍子 剝筍子很難嘛 但是我的剝筍子只要一秒鐘 筍子這樣一敲下去 這個筍子就可以拔了 一秒鐘就可以 敲下去 這個筍子就可以拔了 一秒鐘就可以 把這個筍子拿起來 把這個比較粗的 我們似乎是這樣切 如果黏不胃的時候 你們可以拿著順的這樣切 把它敲敲敲敲整 我們就可以切片 跟我這樣一樣切一樣 我們是用刀工這樣切嘛 那洋蔥一樣 這裡差不多一顆 馬蹄 稍微壓一下 再來切 好 我們全部材料都差不多切好了 這一道菜裡面有三個蛋 一個是蛋酥 蛋白 炒蛋 還有一隻最重要的主角 刷缸 要把它更改變 你把它打開 就打開了 可以把它做成兩塊 現在來沾一點粉來炸 我們再把這個炸進去 我們為了要它裡面所有的醬汁都在裡面 所以我們剛炸下去的時候溫度還不大夠 可以把它拿起來 好像已經差不多有五分熟了 油溫再讓它高一點 把它封住所有的甜度在裡面 到170至180再放進去 炸幾個次 這樣就會鎖住它的水分在裡面 不會炸起來太乾 肉跟洋蔥可以先下去 洋蔥炒 透明就是它有甜度有出來的 我們把紅蘿蔔 是薑菇 也放進去炒 炒到沒有聞到那個香菇的味道 才可以把其他的材料一起放進去 胡椒一點點 螃蟹比如說會有鹹度 所以它有一點鹹就好了 第二種蛋 炒蛋 它就有一種花花花花的 一小時一小時的 這個是我們俗稱的桂花 炒好的時候 我們才可以把我們的 剛才這些料有沒有再放進去 放進去 再炒一放進去 蛋糬跟這個有沒有放進去 炒好了 我們把殼放在上面 好的時候我們這個蛋白有沒有 好好的直接把它剝上去 直接放在蒸籠 我們就要一荷蛋就好了 來了 他來了 永遠最不爽的陳志靜 對上我們的挑戰踢館選手 永帆 這次的台菜指定料理呢 很難喔 雪白桂花蟹 而且我們的創始人阿發斯 就坐在對面 看著你們 三十分鐘有辦法 如實地完成嗎 不是啦 這個你不用回答啦 我現在是要放進去 你這個不用回答 這個是我的一個標誌 對 對 你就算完成不了 你也要得完成 就是比賽 計時 開始 好 我們這個很榮幸邀請到阿發斯 來到我們的現場 阿發斯你好 這個菜是在五六十年前 就開始有了 那時候是在北投九家 這道菜就是有錢人吃的 是喔 那以前這道桂花炒蟹 或是炒一次 或是炒什麼東西都好 但是它裡面沒有放桂花 就是把蛋把它炒完 炒成一顆一顆黃黃的紅紅的 那黃黃的顏色跟桂花一樣 是這樣子 如果我知道他們的刀工火候 都沒有那麼好 我就不會把這個白血桂花蟹 來做這個呈現 因為白血桂花蟹 可以看出一個廚師的能力 看到它的草工 還可以看到它的炸 還有蒸籠 蒸的時間 拿內容有沒有好 還有它的刀工 因為有十幾樣的東西要切 因為它比較會工夫 所以到現在很多的餐廳都不做了 都不做了 好 拜託他們兩位 幫我們傳承下去 好 謝謝你們 因為你這樣拜託 不一定他們會想傳承啦 你看它 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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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也這是桂花蟹 不是厚禮蟹 厚禮蟹 它是厚禮蟹 可是今天是桂花蟹 它叫桂花蟹 可是沒有桂花 它只是一個異象 是蛋炒出來的 今天你才知道 原來是這樣子 這不值得鼓掌吧 這沒什麼好鼓掌 剛剛是一個很爛的Rap 不好意思 好 我們來問一下 哇 它出來了 嗨 你好 嗨 你好 平常好像我記得上次 妳說妳的專長好像是甜點 對吧 是 熟料 今天要處理的是一隻蟹 對 人生中第一次處理螃蟹 就是為了這個比賽 真的假 當下就想說 這什麼菜 從來沒有聽過 然後才知道說就是 很老的一道台菜 阿發是 那你覺得 像這位同學啊 永帆 因為他是人生第一次處理螃蟹 你覺得他算是 有會跟的同學嗎 他現在正在弄了 欸 這樣可以吧 這樣可以 讚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我是不太敢過來這裡 欸 吃雞 你在幹嘛 沙螃蟹喔 蛤 他說什麼 他說沙螃蟹啊 沙螃蟹 他不想給別人看到 他殺生的過程 所以他躲到角落去了 他這樣做是對的 這個喔 在旁邊喔 怕汙染啊 所以那螃蟹的 它是要剪掉的 不要的東西都很髒 所以在旁邊洗是正確的 喔 超崩潰的喔 就是平常都煮那種 然後騙家騙家 那種懶人料理 然後他這一道就是在那邊 要切戲一次 還要在那邊殺螃蟹 然後還在那邊剁螃蟹 炸螃蟹 然後一大堆有的沒的的步驟 我就覺得我又不是專業的 為什麼要這樣折磨我 不要再開那麼難的菜了 謝謝 哇 你殺好了 喔 他就會歐耶 他就會歐 他拿到的時候 我是盡量不會靠近他 可以用剪刀也沒關係 喔 你也可以用剪刀 對 因為你那手還要留著吃飯耶 沒關係喔 我靠臉吃飯 喔 這樣也能打槍耶 所以這兩位選這種不同種的螃蟹 是怎麼想法呢 因為我不會殺殺工 就是這樣 就是花蟹對我來說比較好處理 因為我真的是 在我那邊的時候 我是拿殺工給他們殺 結果他們要殺的時候 一打開的時候 已經撥開了 那個腳只還要咬他 所以他看到 嚇死人了 嚇死人就 他有陰影 所以他這個 我們那個發現 你只要打開 差不多七分熟了 那個腳已經沒力氣了 這隻的力氣比較大 但是我覺得他應該用殺工 因為 殺工好像比較像外型來的那種 然後他的頭髮今天像Princess Leia 他根本沒有想要回答 他沒有要理你喔 他沒有要理你的意思 不是 對不起 你會被Star Wars被罵 對 你在 你在 我在炸彈書 阿發是說 你是有點在鬧他們 還是真的這樣做 因為他等一下打那個蛋白很難打耶 他們認為很簡單啊 他們說我們會很認真 你現在要 怎麼下不來 來... 哇... 行的啦 我這個人追求就是不要受傷就好了 知敬聽說你練習的時候去疼到 對啊 你現在還好嗎 還... 有點痛 他們手上真的好像都很多傷喔 都貼了很多貼布啊什麼的 這道菜真的是冒著生命危險在做的耶 對啊 對啊 害怕啦 怕這個炸到 我每次看吃鏡煮飯 都覺得他好像在煮前男友 NO 我聊了一個不該聊的話題 你試著你現在在弄的時候 你露出一點 綻放一點笑容看看 你看 好沒有關係 你的左手上面那個是刺青嗎 還是 還是小超 每個人都會吧 要看嗎 就寫 不要太鹹 沒有不是吧 每個廚師都應該要記得 好 永帆 在我們剛剛關心之間的過程 你下了什麼東西 我把我的料都加進去炒 嗯 是一些菇啊 然後還有蔬菜 香菇 果腿 蔬菜 香菇 對 喔 他挑了三茶蓉耶 對 那是琥珀色的金針菇 對 會有一些家庭主婦 以為他是不鮮鹹 可是他其實是很好的 他的營養價值 金針菇有三倍之多 沒有錯 他的胺基酸 是白色金針菇的三倍喔 現在也在關鍵15分鐘 我們也一樣請阿發師上來 給兩位同學一點指點好不好 看不到他的鍋子 但是聞到他的香跟那個喔 真的兩個喔 回去一定是很認真 練習 煮了不知道多少次了 在樓下的時候我在看喔 以為他們今天可能兩個 都做不出來的成品啦 你們不用試了啦 兩個就直接喔 直接回家了 對 直接淘汰就好了 但是現在OK嗎 有機會 有機會 我就看到他們好像 忘記了蒸籠是不是 蒸烤箱 在旁邊 資金怎麼樣 是啦 我忘記切蒜苗了 繼續切 那個砧板下面要給妳的東西 不能滑喔 對 因為妳那下面有蛋液 我看妳切菜都力氣滿大的 滿大的都會 整個都會推喔 可以啦 可以再薄一點 因為那個等一下是最後要 要把它灑進去的 好 謝謝 因為我教它的是切蔥絲啦 蔥絲 蔥絲比較會滑啦 對 要火小一點 不然太大的時候炒出來 就不是桂花了 可能是蛋片的 傳說中的桂花是這個 一粒一粒的 一粒一粒的 所以油再多一點 火少一點 炒出來的顏色才不會太黑 它上面放了一個 很可愛很可愛的秘密 我記得叫 知敬 你帶的雪魚相思 是哪個高人給你指點的呢 沒有 那一天他們 錄完了 大家肚子餓了 我就炒一個雪魚相思 給他們吃啦 好好吃好好吃 結果他自己就買了雪魚相思 把他加在裡面 真的是天才啦 我說真的是天才 阿法師 你是因為怕他 才這樣子稱讚他嗎 不會啦 我拿刀子拿 比他多年 我拿五四十幾年了 也是啦 好 謝謝阿法師 你這邊還需要再看一下嗎 你那個油要 油太多了吧 我全炒起來會黑的 我重新來過好不好 重新來過好不好 好 加油 永凡好像快完成了 我們還有九分多 應該來得及 來得及 來得及喔 他重新來過應該也來得及 你這個 打花蛋白 這個是他的本業 他的本業 他做甜點的 他打一個沒問題 很專長 他打這個打得非常漂亮 這個就知道專家了 在打這個蛋白 我們那個臉盆有沒有 沒有斜斜的 大概中間就轉來轉去 就打不出來 這邊也在轉 對 他也在轉 他也在轉 我家的時候在炒菜的時候 我也看他好像跟那個爐子在打上 對 好 那我們為了保護阿發師 我們就先請阿發師 先行入座啦 永凡 我要問一下 妳為什麼堅持要用手打 有手 打得比機器快又比機器好 好厲害喔 我跟老公那個小潔一起做蛋糕 然後家裡就沒有集氣 我們兩個都是運動員 都是靠手嘛 靠手吃飯過來的 就是一直打一直打 不行 換人換人換人 對 非常的酸 但是機器打得跟手打得 是有一點區別 就是通常機器打完的 很容易就 裡頭的水會分離出來 所以通常是機器打完 我還會用手去 再去弄一下 永凡妳已經整個做好了喔 沒有 還要最後一道手 需要拿進去蒸 天啊 速度很快 真的 沒有想要這道菜可以半個小時 之內做完耶 真的耶 以為要很久耶 而且永凡剛剛切菜也是 非常的快 也是非常的快 但有點嚇到 妳除了有西餐的甜點的執照 妳還有中餐的執照嗎 有啊 還有西餐的 西餐的也有 所以妳總共有幾個執照 如果是取到妳真的是很棒耶 我罰單有26張 大家盡量不要同一時間 稱讚太多永凡 沒關係啦 妳現在要幹嘛 打蛋啊 打蛋 好 妳已經要拿去蒸了嗎 對 他的蛋白已經在我們剛剛聊天的時候 已經弄上去了 真的好快 而且他要抹蛋白的時候 超專業的 對 他要抹啊 很賞心願意 真的很強 他用手打的跟機器打的 真的 不妨多讓耶 那通常也盡量不要在人家 剛好在機器正在打的時候 講這些話 我錯了 我錯了 爸 好 現在他要拿去蒸了 這個蒸烤箱好厲害喔 那這樣蒸妳要大概蒸多久時間 就剛好五分鐘 大概一到兩分鐘 兩分鐘就好了 然後出來就是完成了 對 蛋白已經 快成熙了 不好意思我手很痛 可能先無法跟你對彈 沒關係 你可以有自己的節奏 永凡的櫃台 我們已經看起來很爽 都開始被清潔了 對 永凡是已經在到下一個選手 做準備的那種感覺 對 對 那個資進把他的蛋白 變成粉紅色的 你加了什麼東西 不是啊 不是啊 我跟你商量一下啦 我有領錢要做事嘛 透露一下 你等一下就會知道啦 不是嗎 好 OK 來 都別說 都別說 你到底 對 大家可以來追蹤我IG 我的IG叫辣妹廚房 可能是最後一集的 趕快來打個招 辣妹廚房 資進在鋪蛋白霜的時候 我們的永凡 已經要把他的 白雪桂花蟹拿出來了 好美喔 阿芭生這樣看起來 至少視覺上看起來 你滿意嗎 味道應該也不錯 沒有聞到那個香味 還有兩分三十秒的情況下 已經完成了耶 那你要不要宣傳你的IG 還是你有做YouTube頻道 在這邊 這邊我們不會幫你上啊 這邊有什麼 因為你還有兩分鐘可以講 揚詠帆就有了 好 大家給他追蹤起來 你在找什麼 可能不見啦 蛤 我的東西啊 你的東西不見了 還有一分 在這邊啦 Oh my God 現在下面啦 Sorry啊 沒事啦好不好 好像台風過去了 那種感覺 你那種找得到 我也更新 真的 剩不到一分鐘了 可以吧 不OK我也沒關係了啦 不行啦 你一定OK的啦 你又遲到了 真的 我相信你 你也不要滑倒喔 小心 還有二十五秒 可以啦 好 好喔 還有最後的 八秒 七秒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完成 我加入了比較多 海鮮的食材 像我螃蟹就是用當季的沙公 然後現在吃起來 就肉質會比較鮮美這樣子 試吃的時候同時 我們也請資金講一下 我這道菜 菜名叫辣台妹 白雪瓜蟹 它是很有名的酒家菜 師傅那道菜 讓我聯想到的歌曲是 江蕙的傷心酒店 那我的就是 頑童辣台妹 裡面的元素也是 那個來自頑童的歌詞 大家應該都知道吧 北部的口音 中部的口音 就是北部的口音 如果說口音有分北中南 那口味一定有分北中南 那北部的口味 我就用也是它歌詞 酒色柴氣的台北 我在炒的時候 嗆入小米酒 不是米酒 因為小米酒的香氣比較 會不一樣 對 中部的口味 就是那個很有名的那個 那個辣椒醬 你們知道嗎 東泉辣椒醬 對啦 拌進那個蛋白霜裡面 再加一點九層塔一起去拌 它就是雞的味 所以那個粉紅色色還是 東泉辣椒醬 對 南部的口味是 大家都知道口味就是偏甜 但是我不想讓它死甜 我是想讓它就是甘甜甘甜 我在上面那個松子 我沾一點冬瓜糖 它是不一樣的甜味 然後我最後撒眉粉 會讓它回甘 我覺得它的辣 不是說口味要很辣 它才能叫辣 它最火辣的點是我的創意 聽起來很有創意 可是不知道吃起來味道怎麼樣 不知道吃起來很難吃啊 也不一定啊 說不定很好吃啊 那炒的那個香味有出來 但是如果要更好 那個蛋還要再炒酥一點 炒到有看到泡泡 其實兩個今天 兩個都沒有把它泡泡炒出來 不然兩個都做得非常棒 只有這一個兩個的缺點 就是沒有把那個桂花炒香 其他都做得很棒 調味上面當然是個人喜好 但是我覺得那個 最近它的那個 你的梅子粉好像 到後面下手有點重 我覺得你辣跟甜 是很好的組合 但是有點過甜 我知道 謝謝 就是我在想 如果今天我在酒家吃到 這一道有了梅粉的桂花蟹的話 我可能也是默默的就把錢付了 然後下次不敢再來這家酒家的 那種感覺 可是我會覺得很新鮮 就是沒想到說這道菜 竟然還可以這麼做 那至於 永帆 整個過程都是一個非常賞心悅目的過程 但它到底能不能夠完成 所謂的桂花蟹的那個標準 其實我覺得還是阿發師說了算 但是我今天吃了我覺得 我覺得也不錯 吃起來很開心 吃到這一道菜好像是 不小心點到套餐 因為好像有三道菜在這邊 又有頭苔 又有主食是螃蟹 然後好像來了一個甜點 刀工還需要稍微考慮一下 因為這些不同的 炒在一起的東西的口感 都有一點就是好像不連 因為都是切的不同種的形狀 整體來講是有一點偏油 但是 我覺得你做的東西每次是 好像有一點 有驚喜 對 我每次都會期待 你是到底是做出來什麼東西 OK 講到永帆 這一道菜 刀工都很有經驗 而且這樣子吃到一口一口 都覺得很完美 蛋白對我來講是比較成功的 因為它的膨鬆的這種口感 我覺得有累積上這些 所有你用的東西 兩個都有很不一樣的這種想法 但是都有他們的好吃的地方 那我們這一輪呢 就先從我們的寶怡姐 我投永帆一票 永帆一票 阿發師請問一下您的選擇 來 致敬 致敬 致敬一票 恭喜致敬一票 送啦 爽 切阿發師 太厲害了 一個素人從海鹹到 現在一個多月而已 他的努力我看到了 可以用很多很多他的想法 把一道菜好好的做出來 真的很棒 真的很棒 那Jason呢 我選 永帆 永帆兩票 來講 是 我選 致敬 致敬一票 好 現在二比二囉 如果我說PASS 是不是就 就兩個都帶定 對 開玩笑的啦 我選 預備 指定食材的PK料理 限時兩分鐘選手到後面 搶得你們要做的食材 你有拿到你想拿的東西嗎 沒有耶 沒有 我會用其他的蔬菜來代替他的口感 好 好 好 這麼短的時間內 你是裡面最大膽的一個 你已經把烏骨雞開始 對 我現在在去骨 會用一個黑啤酒加栗子 然後跟無花果去燉 從經典的出發點 來創作新的做法 會讓我很期待 為什麼想來比賽 為什麼想來比賽 想來比賽 因為我 就讀這一科我想 試試看自己 挑戰一下自己 這樣子 因為我想要鍛鍊自己 我想輸到 哈哈 因為我很喜歡走菜 小朋友 哈哈 為了認識他 別一個不要 為了遇到這個 對 因為喜歡料理 想認識朋友 因為不知道做什麼事 最喜歡哪個導演 Ja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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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ed Fred 因為 我跟他一樣都很幽默 而且他很帥 也很帥 我喜歡 小愛老師 不願愛老師 因為我們都是太太 愛將 Fred 他做醬賣醬 Fred 姑姑為什麼會出水 Fred 還有那個 愛將姐姐 愛將姐姐 愛將姐 最害怕吃到的是 琉璃 琉璃 香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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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茄子 香菜 羊 芋頭 都很多 葡萄石 菜脯 蔡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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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傑 trava 食べ rom 阿巴斯的兒子 EB 跟他的BK 有一名 咱想要對附 靠嚴 小婿 K 你老邪 誰看到最好欺負 我自己啊 可是不然跟自己BK我也沒辦法啊 我沒有想要欺負人的意思 我最好欺負 最好欺負的都已經離開了 誰看起來最好欺負 我啊 張姐吧 金晶 她就是一個很溫柔的小朋友啊 我 因為我就超弱啦 我覺得大家都欺負 你看吧 大家都很不好欺負我 我覺得我現在是最弱的 拼出蘑菇的英文單字 蘑菇mashim s-u-s-h-r-o-o-m 不會 我不會 不會 我只會唸 mushu m-u-s-h-r-o-o-m 為什麼要英文啊 快點啊 誰去問你 3 2 1 拼出 橘子的英文 我不會 真的我不會 我多意不到10% 肚脐餅為什麼叫做肚脐餅 肚脐餅為什麼叫做肚脐餅 因為它看起來像肚脐餅 它長得像肚脐餅 因為它長得很像肚脐餅 肚脐餅為什麼叫肚脐餅 這就叫棺材牌 為什麼叫棺材牌 我不知道 楊貴妃最愛吃的水果是什麼 檸檬 不 木瓜 不 芒果 滴果 是嗎 滴水 3 2 3個指角加起來 3個指角加起來 93 27 270度 3個指角加起來 270度 這不是啊 360 3個指角加起來 270度 欸不對 270 欸欸 對 對 180 我已經離讀學的時候 很遠了 3個指角加起來 180 欸不對 不是啦 360度 370度 不是啦 喔 3個指角加起來 180度 對185度 3個指角加起來 180度 妙蛙總是什麼 中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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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妙蛙 中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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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粉的原料是什么 冬粉是 不要这么说 不要这么说 我真的知道 你不要这么说 冬粉是从 没有从肉 没有从 北京小女警察哪三个人 泡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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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花 还有什么 我都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 波波吗 泡泡泡泡 你怎么会 ASMR的全名是什么 什么耳内高潮 章语喔 不知道 用两只脚走路的是你老子 那用两只脚走路的鸭子是什么 我是用两只脚走路的 我常常有鸭 喂 喂 喂 可拿鸭 每一个鸭子都用两只脚走路 喂 一只鸭子 我是两只脚 狗狗 鸭子都两只脚 抗伤的时候要挺处理她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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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首歌伤的话 送几枕 抗伤 我一种歌手一定要送几枕 抗伤 抗伤 妹妹背着羊娃娃 一三句歌词是什么 娃娃哭的妈妈 好可怕喔 蜡笔小星中正男性是什么 谁不知道啊 犯团 我忘记了 正男性是什么 蜡笔小星姓什么 鞠 鞠野 什么鬼 蜡笔 野原 有点小心啊 有点心之处啦 野原什么呢 最近 听过的网伏用语是什么 尬了 嗨呀 十二宣教中哪个体一个是什么 羊吧 蜡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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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想歪 你是不是想歪了 那就是你想歪了 你是不是會錯 那你最近最常聽的一首歌是什麼 唱出來 我要你愛 我要你 為了我變壞 我相信我的一世 最要我來一條煮情 講錯話 我相信醫生 只為了 有點老耶怎麼辦 要把老公打在廣告 我只想做你的海洋 啊 讓我們紅塵做伴活的小小傻傻 那是你和我先的夢 我和你去瘋 Hey baby 讓我們在一起好嗎 哈哈哈哈 我真的是 要知道傷心忠實難免的 你有何苦以往請上 我是新北市市長和友宜 今天做一道 新北的道地食材 三杯小鹼半粒子食 翻燙一下 對 嚇了 這下去就不一樣了 哇 你覺得我做得如何 我做得如何 我做得如何 今天謝謝我們所有的各位觀眾 讚 謝謝大家 掰掰 拜拜 我看見的 您的地方 好 梁 如果您記得 我們還有一看 兒子 你 可以